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梦华 针对美国的疫情 这个佛奇 佛奇白宫的首席医疗顾问 他说呢 随着Omicron变种病毒 如野火燎原一般在美国迅速蔓延 很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不过他也强调了 已经接种过疫苗人会是比较安全的 美国现在还有差不多650万人 没有接种新冠的疫苗 就是不打绝对不打 650万人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 但是美国现在染疫的人 大概就是6500万人 就是不打疫苗 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怎么样也都不打疫苗 就20%人不打 但是呢 美国现在大概也有6000多万人 是确诊染疫的 就得过新冠的 而且现在每天增加 差不多150万个新增确诊 那这个只是因为 有筛检出来的关系 没有筛检出来的 这个染病的人可能更多了 对不对 那美国现在目前的数据显示 这个染疫住院人数 超过145900人 创下去年1月中型以来的高峰 较两周前大增的一倍 这当然会使得美国医疗照护的负担更加吃重了 那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 过去一周 美国平均每天有超过 75万4200例的新增确诊病例 这是平均 是去年冬季的三倍 也是Delta病毒高峰期间的4.5倍 不过呢 现在目前最近这几天 每天都差不多150万人 这个美国的疫情 确实就像福奇讲的 如同烈火燎原般的扩散出去 那另外呢 如同烈火燎原般的持续在扩散 也是这个通货膨胀 美国最新公布出来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是7% 一如市场预期 来到再创40年来的高点 那这个数字公布之后 其实美国联准会的这些高官们 也就更鹰派了 认为3月要升息的联准会的官员 这些决策官员更多 包括最新加入克里夫兰的肺的总裁 这个梅斯特 他说因为通膨的问题 联准会有充分理由3月 上调短期的利率目标 那联准会是3月16号开会 所以各位3月中 等于说我们农历年过完之后 一个多月的时间 联准会就要升息了 那梅斯特认为说联准会 今年会升三次 那他还是在升息的次数上 他还是比较哥派一点 另外布拉德 布拉德就更鹰派了 就是圣路易斯的联准会的总裁 他是有投票权的 今年他是票委 他说联准会为了阻止通膨 今年要更积极的升息 他认为缩表之路已经进了 不但升息还要缩表 同时他认为今年年准会 他认为今年美国的失业率 在年底前会降到3%以下 3%以下 那是充分就业 不能再充分就业了 因为在疫情之前 美国失业率3.5% 已经是50年来最好的一个就业情况了 布拉德认为说 联准会今年要升四次 他就跟比梅斯特再银派一点 那至于说联准会的二把手 副主席不是因为又涉及到什么 这个股票内线交易的问题而辞职了吗 所以说现在目前提名的这个就是布兰纳德 布兰纳德就是先前跟鲍尔在竞争 主席那个人选 后来他没有出现 拜登还是选了鲍尔 那布兰纳德 布兰纳德是副主席的提名人 就是说他先前就是已经被拜登提名为副主席 那最近美国另外一个副主席二把手 也辞职了 就是因为什么股票又是 这个什么在先前就是什么 一消息之前就卖了之类的这种状况 他也从鸽转音了 因为一般市场就认为 布兰纳德是比较鸽派的 那他认为说抗通膨 抗急通膨是现在目前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现在目前综合看下来了 大家这个联准会的高官已经全面转为鸛派了 但没有割派的了 那比较只有说比较鸛或是相对没那么鸛了 应该这样讲了 比较鸛跟相对没那么鸛 那至于说拜登就认为说 昨天公布出来的CPI报告 他说物价涨势开始放缓 这个当总统的他当然要这样讲 他当然不能讲说物价很严重 老百姓生活很痛苦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他一定要说 你看这个物价指数虽然高达七八四十年来最高 但是已经开始有看到某些迹象已经放缓 这个就是 这就是这样的政治语言 是吗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阶段来赶快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胜民副总经理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邓副总你觉得美国的通货膨胀 正在放缓吗 正如拜登所讲的吗 其实七八非常高 四十年来最高吗 非常非常高 那其实有一种 这是一个事实 虽然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经济合比书 也有讲到 就是说 经济增长放缓 然后企业成本压力增高 原物料 工人需求上升 这代表服务业 也有那个定价压力 其实我看到的状况是 通膨压力一直在增加 我们看到 就是说 而且经济活动 你如果是 好的现象 就是说 经济活动终于没有那么快速增长 它有点温和了 就是去年的最后几个礼拜 按照他 原准会的经济合比书的说法 温和速度扩张 那虽然情绪还是偏乐观 但至少这个部分是有所降温 经济活动如果温和扩张的话 代表或许 拜登讲的也不见得是完全脱离事实 拜登也有他的利润 对 他也不见得是随便乱讲的 对 只是说 就是你看批发原物料价格 一直造成服务业定价压力 就代表就是说 物价上涨中期 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你短期可能有一个现象 就是可能会 价格上涨 跟过去几个月相比 某些地区 不会那么严重 那他讲的可能是这一点 他可能也是 联准会的和平书这样说 当然拜登的这些讲稿 都是别人帮他准备好的 就是说懂得经济的 他的幕僚 把他准备好 或者是说 甚至有可能是 某些 某些 某些联准会的 里面的人帮他准备 他是怎么说 他说 上个月的整体通膨明显下降 汽油跟食物价格都在下降 表示说 美国正在减缓价格上涨速度方面 取得进展 不过他想说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了 物价仍然太高 家庭预算仍然吃紧 所以他是拿食品跟汽油价格下降 作为说物价涨势正在放缓的依据 不过最近油价又上来了 对不对 油价确实在12月曾经跌过一段之后 但今年1月又猛涨 对 你看到CPI7% 核心CPI5.5 那跟预期其实是差不多 问题是这个绝对数字就是高 那今年 刚刚主持人讲到 今年可能联准会可能升 三到四次 那问题是你升息 升到什么 升几次 还有就是说你升的水准升到多高 还有一点你升的速度快或慢 我觉得都会影响 这个定价 我讲的是风险之产 这个就是高盛的报告 这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高盛对于最近的这个市场的看法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至于说宾州大学的知名财经教授 习格 他则是看法不同 他警告说 通膨恐怕会比华尔街预期的更顽强 令联准会头痛不已 不过习格对美股的展望还是乐观 他并没有认为美股会因为通膨而大跌了 习格一向乐观 对他是多头派的 对他非常多非常多 可能比高盛还偏多 对但是他对于通膨的情况 这一次确实认为是很严重的 对他通膨是看的比较 没有像这个其他人学者看的这么乐观 因为很多学者其实认为说 今年第一季美国通膨就会见顶 数字就会到的是一个最高顶 顶峰了之后就要滑落了 不过这些东西真的很难预测了 那我们还是回来谈高盛的看法 高盛对最近市场跨资产的看法 有什么重点呢 对就是跟会听同报告一下 他讲的是说 其实他的那个标题没有去 是说 The name is bomb 不是说my name is bomb 有点就是吃那个电影 旁的007的电影 人家都已经升天了 是 No time to die 他说No time to go for long duration 意思是说 越长天起的这个有价证券 其实会受到利率的一个影响 他就是说 债券不太OK 等于就是债券年出了抛售 你看年出到现在 其实债券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啊 那这个州的波动 对而且你跟债券 波动联动性相关的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 长期的成长股和科技股 你可以看年出到现在 YTD 其实它是有一些蛮大的波动 而且你可以技术上来讲 年出这一段 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熊市 但是我们要讲 到底有没有达到熊市的标准 其实还没有太达到 但是如果说你跟过去几个州 去比过去几个月 你不能说他完全 不算是一个小熊市 而且他提到就是说 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 未来来讲 如果说你 你升息的这个预期 如果是因为 这个获利增长 或者说 经济增长的话 那这样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 你通过膨胀 鹰派货币政策 同时在推动 那可能股票和债券 就会被联合抛售 他说这样的话 就不太妙 这就是年出到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状况 但他也讲就是说 你利率现在还是很低 你实质上利率很低 所以现在看起来 而且利率大概不会太快上去 实质利率也不会太快上去 所以看起来 股票的估值 好像不会成为 不是真正的最后的一个杀手 所以他的看法 还是比较偏多 他的结论 整体来讲 他就讲就是说利率变化 要看利率变化的速度 还有就是说 你是用什么工具 还有就是你的 最终你调整的水平 是多高 高盛其实也是就估 三到四次 但是我这边看到 有一个比较极端 极端那我们等一下讲 休息一下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非常谢谢 Joseph刚才的斗内 谢谢老爷的打赏 谢谢捐献 捐书给我们 也谢谢昨天志伟 这个百忙之中 帮我们电台送来 温暖的蛋糕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如此支持我们电台跟节目 好 那也有人问到说 我现在手上的美股吗 有啦 当然有 那个礼拜一下引线的时候 我看到礼拜二 这个继续涨的时候 我就开始补了一些回来了 好 不过呢 跟先前持股比重差很多 好 就是没有 没有补到先前那么多 好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我个人觉得了 好 不管三月升息 几月升息 今年 不管台股美股 我个人觉得操作的频率 就是说那个 或停利停损的空间 要尽量再缩小一点 也就是说 有赚就要跑的 这种打带跑的一个方式 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毕竟今年 绝对是一个高度风险 跟波动年 这个是我个人 我个人对于台美股市的 我觉得今年是这样子 当然 当然我 我讲绝对是我的看法 不代表是一定会这样发生 所以我的用词 我更正一下 就是我个人认为 它会是一个高度波动 跟风险的一年 好 那至于说 既然它是高度波动 跟风险 我们在操作的上面的 这个应变就要快速 一有风水草动 先砍再说 然后看到这个不跌了 又止跌迹象了 那我们就补回来 然后有转就要跑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一个大波段行情 感觉起来 不会像去年 这么有 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年底再来验证了 好 那我们赶快继续来请教 红利投信 投资策略部的 邓陈明 邓副总 那邓总 你刚刚讲说 有比高盛更极端的看法 其实高盛已经是算是蛮 看升息是看 看比较 各华尔街各投资机构里面 他看升息次数是最多 他认为3月 6月 9月 12月 都要各升一次 而且他认为 7月就要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了 那还有比他更极端的看法吗 有 有 我看到最极端是6次 升6次 但我觉得升6次的话 你若一次是一码的话 那不得了 对 那这个跟市场consensure 两年后到2到2.25 的一个联邦基金率水准 我觉得差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就是 刚刚高盛那个报告 讲那个风险 就说如果你升息的一个水准 最终升超过市场预期太多 还有就是速度太快 那市场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 那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 今年的投资报酬率会平庸化 那他这个平庸的基础点 来自于什么地方 就是说你全球经济 假设你是 真的是增速放缓 那我们看到和皮书 最后几个礼拜 好像真的有这个迹象 那今年如果说是 按照因为才世界银行的公布数字 4.1 这跟去年的5%多 其实差不少 差了不少 主要是中国也掉下来蛮多的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平庸化到底是多少算平庸 去年美国标普500是27% 如果今年是对坎 这是感觉蛮差的 等于就是说你去年你风低就进去就可以 还是有不断的波段报酬 那今年的话可能就是要斤斤计较一些些 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对坎也有两位数报酬 也是很不错的 这也是高于标普历年来平均报酬率 高盛是估10.4 就是他最新的12个月 对对对10.4 然后比较好的好像是MACI 就是亚太不含日本 17.4 亚太不含日本 今年可能预估就比去年来的好一些些 但他就是基起比较低 相对而言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0.4 其实你要是 不过他这个10.4是这样 就是三个月他要估4% 你就是未来一季4% 然后未来半年是7.5到8%左右 他是这样去估计的 所以下半年就比较差一点了 你如果上半年涨比较快的话 可能他相对就会压缩你的空间 而且他是认为就是升息的话 你这个预期会影响在比较早期前端的时候 中后段的话可能对市场影响 你真的开始升大反而就没那么怕 怕就是怕那时候看开始升的时候 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不确定性 就是你说 但是我觉得Bauer因为去参院听证 我觉得他还是说得蛮 他说完话本来大家不怕 他没说之前大家下了要死 所以看起来他好像还是金法女孩经济的一个 最佳代言人 我不晓得市场去讲这个 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有点小调侃Bauer先生 基本上市场都是被引导的 我觉得市场就是被特殊力量引导的 因为大多数的投资人都是羊群 只要有一个牧羊狗在前面带领 就会被引导 比如说Bauer那天到国会去 讲话之后股市拉涨 其实就有特定的资金去引导投资人 认为说已经相对周一 既然已经收了那么长的下引线 比如说以NASA的指数来看 一度跌了2%多居然还可以翻红 那这个礼拜一的美股 礼拜二呢Bauer到国会去 那这个市场的资金就引导投资人 认为说Bauer就是去利空出境 其实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全球股市不管台股美股 都是被特殊力量在引导的 我不晓得邓副总你赞不赞成 不过我注意到就是option的部分 最近像之前记得去年12月23的时候 跟各位听众报告 那时候恒生国际不是 他的做多的co-option大升了2到3倍吗 最近好像恢复到比较正常了 最近你知道在做多什么吗 最近又偷偷回头去做多 纳斯达克了 纳斯达克感觉又回到牌头去了 那个恒生国际的做多的程度 水温大降 供各位参考 这个有时候他的反应 对 横子已经大涨连续5天了嘛 对 可能他相对来讲 他就减了一半 这个反应真的很快速 大概你可能每个礼拜都要看一下 他可能年初稍微拉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 不过因为去年香港表现那么差 今年终究它是机器比较低的市场 市场 市场今年在高风险高波动下 他会找一些机器比较低的 股市也好 或是个股也好 大概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 对 你看他 他这个报告本身 他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 你过去年初到现在 其实他这个报告是10号出来的 其实也没有跟现在差 这差几个交易日 他是讲说 这个相对来讲 像长期成长股 科技股其实就是你可以看 就是很大规模的一个价值轮动 那像比如说 之前所谓的强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讲那种高的机油股 和纳斯达克标普 标准普的表现都不好 那反而是价值股相对来讲 就比增长股来了好 增长股来了好 那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联动性 其实今年会蛮快速的 我个程度来讲 也跟这个升息的速度 息息相关 现在看起来反正 联整会该说的话都先说了 先让市场不要太意外 到时候 我做的事情 我都说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不应该太意外 除非我做的动作 是远超过你的预估 不觉得他真的去升6 我觉得6码重可能性蛮低的 不会吧 联整会这些人 就把丑话先讲在前面 让市场先行震荡 然后等真正开始做的时候 就利空出境 不过过去两次 联整会升息周期的 开始的第一枪的时候 其实股市都有出现 大概一个半月 到两个月的下跌 不过跌幅 大概都在10%到15%了 也并不是走空了就对了 但是进入到整个 升息周期的时候 股市就出现上涨了 到升息周期的末端的时候 股市又会出现在高点的大震荡 又会有一些压力 对 所以升息周期 其实是多头最安全的 那个过程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不过这一次又病了 一个7月要缩表 可能状况就不一样 非常谢谢邓副总 中文字幕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